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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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也是這樣覺得既然做了很PV 當然是要讓大家都輕輕鬆鬆 而且後面攝影大哥才不會太晃 真的耶 所以它的DCC的主動底盤的懸吊系統 它會針對路況 然後針對避震器的阻尼 來去做自動調整 哇,這個真的很厲害 是,沒錯 那除了這個部分以外 其實最重要的部分是在於 這一代的Multi-Bed 它從原本的材料引擎 改成我們熟悉的 E888 2.0的渦輪增壓引擎 2.0升 TSI渦輪增壓的汽油引擎 204P 然後扭力一樣有32.6公斤 哇,超過200P的扭力 以及30公斤以上的扭力 這個開起來應該很爽啊 而且啊,好的動力也要有好的傳輸系統 對,沒錯 這一次用上的是7速雙離合器自走牌DSG 所以你不覺得動力隨傳隨到的感覺 更加的明顯 那你再開,我也沒開到 我怎麼知道 但是我看你是很輕鬆在開 沒錯,而且AIDA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中間現在 彼此之間距離有一點遠 你有沒有發現 我覺得這個中央走道設計很棒 而且我看那個排檔桿又是 剛剛也講的 是DSG嘛 是不是就可以用現傳的設計 它就可以做更小 要放哪都可以 許許許許市它就把它整合在中控台上 沒錯,我看到排檔桿在這個 接近儀表板的位置 而且就很好操作 另外這個車現在也變成電子式的手剎車 它的控制鍵跟Auto Hold的按鍵 全部都設計在排檔桌 剛剛講的排檔桌在下面 我覺得Auto Hold是最便利的一項功能 當然這個走道空間我覺得也很棒 空出來以後 這樣子我們如果要像停在路邊要換手啊 像現在下雨 如果等一下你想開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在車上就完成了 就不用在那個 那家庭使用的時候也很方便 這樣子要照顧小孩要幹嘛 都是非常便利的一個設施 怪不得你推薦我說什麼 我其實很適合開這台車 要露營有空間 然後帶小孩又很方便舒服 但是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像我們出去玩啊 常常都是開這個長途啊 這個時候在高速公路上面 你的這個A-DAS的系統 例如說福斯最著名的IQ-DRIVE的系統 在這台車上面也是完整備備嗎 沒錯 因為他改用NQB的平台了 對 所以IQ-DRIVE變成是最重要的 我們要檢視的一個重點 在這個部分來講呢 其實全套都配置在上面 好 我現在來回想一下IQ-DRIVE有哪些東西 你一個一個告訴我他有沒有 ACC主動式車距循常系統 有沒有 有 好 OK 車側的這個盲點警示系統 有 有 那車道維持及偏移警示系統 有 他是有幫我維持在車道正中央嗎 有的 所以這樣已經達到了Level 2等級 對不對 是 他就是Level 2 哇 那我知道呢 IQ-DRIVE裡面還有一些 離車安全警示系統防三保 這個車也有嗎 都有 都有 真的很完善耶 那所謂的這個 SOS的這個 緊急帶緣輔助系統 這台車也有嗎 沒錯 那真的是配置的非常完整耶 當我們下駛這種比較大 車身比較大的車輛的時候 我覺得 後方的這個 橫向車流警示也是非常 非常重要 這台車也有嗎 沒錯 也是有的 那AEB有放在後方 橫向 有 有的 他也會協助你煞停 那有自動停車嗎 有 也有 你提到的都有 鄭傑 本來我覺得你很沒說服力 但是經過你這樣一解釋之後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你聽我推你一台MPV 你本來覺得怪怪的對不對 蠻吸引我的 現在這樣子的感覺 那我現在必須要再問你其他問題 因為呢 我們現在已經開高級車開習慣了 抬頭顯示器一定要有 對 在這台車上不只有HUD 而且除了車速以外 包括你的IQ-DRIVE的狀態 還有一切我們需要的 行車資訊比較重要的 他都給成現在一樣油 打航也會流引在HUD上面 沒錯 我現在突然發現 你前面還有數位儀表 10.25 吋 很大的尺寸 他完全就是比照現行規格的 乘用車的最高水準 在設置這些配備 那氣囊你告訴我 7氣囊很有趣 是 多出來的那顆氣囊在哪裡呢 就在我們兩個的正中間 真的嗎 這邊有一個氣囊 是 所以說萬一真的發生事故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收到更好的保障 哇 鄭姐 聽你這麼一說 這Volkswagen的 All-New Marti Van 還真的是相當的豪華 而且是實用 不過在你給我推坑之前 其實我也做了一點功課 我知道 All-New Marti Van 還獲得了很多國際的大獎 包含了德國的紅點 英國的Trump Card Wars 我都是拿下跟實用有關的獎項 這你不知道了吧 可以做到全新世代的Multi Van 我也好想去做做看